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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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安 我的平板忘記充電了 所以我現在放在一個很奇怪的位子 它現在在一個很奇怪的位子 它現在在一個很奇怪的位子 我只有這樣欸 我按一下 等一下充飽了 再拿下來 再拿下來 哈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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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點 那個高度 很奇怪 這樣只有一半 因為下面是用什麼墊 一個 一個抽屜 現在基本上就是你喔 一個 放 化妝麵 抽屜 這樣子 抽屜 因為那個線沒有辦法壓的線 我現在只能先這樣子 然後它要充電 不然我充不了電 它說我要我自己墊高 要自己墊高 謝謝 謝謝志友包包 這樣比較好嗎 我剛剛回來 然後真的是超熱的 我剛剛把頭髮就是 夾起來然後 它現在看起來很 很不值 這個 要把這個剪掉 這個 去哪裡 太熱了 太熱了 最近戴口罩 真的是太熱了 這邊都會 是汗耶 這邊都會是汗 吃飯了嗎 因為太熱了 我不想吃飯 所以我剛剛買了飲料 然後我已經喝了 應該剩下一點點 我現在很飽 我現在 有點太飽 我現在有點太飽 它的洋芋片 也沒有洋芋片 好像現在 剛剛是衝回來嗎 也是沒有到衝回來 我其實有一點 時間 休息 一點點 大概 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可以 在那邊喝飲料 晚安 很熱很熱很不舒服 謝謝十一的 戳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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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毛 眉毛 戳戳我邊的 頭髮好看 謝謝 明天就能見到 對明天就能見到了 對明天就能見到了 那樣 三 三周年那樣 三周年那樣 原來有裂合之難得 因為今天不是用我熟悉的 那個髮膠 今天很隨便的就噴 我很不會用那個髮膠 好 到底幫英竹綁幾個人頭髮 還好啦 我也沒有綁很多啊 我是幫 阿潘綁上去 然後他自己 他自己捲 我幫 劉小青捲頭髮 幫他綁 幫 跟蜘蛛 幫 為什麼換了一種髮膠 我今天在阿伯上家 然後 早上的時候就用他的髮膠 我現在想要把它梳開 因為那個髮膠太硬 預用髮熾 晚上好油 我現在很飽 我現在很飽 超飽 要死掉了 只有四季痘跟綁法 你說他的那個影片嗎 因為我其實都沒在幹嘛 晚上好唷 因為我想說我不吃晚餐 所以我是加了珍珠 然後我剛剛吃了很多珍珠 我現在肚子很飽 我現在肚子很飽 而且因為我很久沒有喝那個 可不可 謝謝法蘭先生的GG你喔 我很久沒有喝可不可 謝謝法蘭先生的GG你喔 然後因為我剛剛想要喝冬瓜茶 然後我就想要點冬瓜茶 然後我就點了一個春牙冷露 然後我剛剛喝就想說 它喝起來不像冬瓜茶 然後我就上網查發現它是冬瓜綠茶 可不可以我剛剛看那個菜單的時候 我還想說這個應該是冬瓜茶 我剛剛查了好像是什麼雪花 雪花什麼的才是冬瓜茶 我現在是點冬瓜茶 我想說冬瓜茶 我想說冬瓜茶不是不能調甜度嗎 然後她說 她說 她說妳要什麼甜度 我就說喔 味道 有什麼甜度 哼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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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就是我還是想要喝一下中瓜茶 可以直接說我要中瓜茶 我這樣覺得可不可的菜單的名字很難記 到現在我記不起來 我大概只知道那個什麼白玉歐蕾是奶茶加珍珠 我其他就很難懂 熟成歐蕾我也知道就是奶茶 其他我就記不起來 其他我都記不起來 我會拿感覺直接沖到便宜湯 就是我想要喝的是 純冬瓜茶 但他我記得他菜單上面有三個還是幾個 我記得他有 什麼冬瓜加鮮奶 然後冬瓜加綠茶 然後冬瓜綠茶還有一個什麼奇怪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才是真的冬瓜茶 我就想說很難懂啊 我剛剛就是沒有仔細看啊 他太多的椅子了 喜歡學一些讓客人和店員困擾的品味 而且因為就是 我每次都去 都去點 呃 沒有 有時候要點可不可的時候 因為外送平台他可能也是 會直接寫比如說什麼春鴨忍辱 然後我就要猜 到底哪一個 猜是我要的 就是我還要猜 因為他下面不會就是敘述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就還要猜 還要去查很麻煩耶 很麻煩耶 可不可 謝謝安夏卡拉卡蒜的楓葉 這個很難懂耶 可以弄簡單一點嗎 下面不是會寫 你說外送平台會寫嗎 我只知道 有時候他沒有寫 我會覺得很麻煩 而且他店面不是會有那個嗎 飲料單 飲料單 然後 他的那個 什麼 點餐的那個地方 才有那個敘述 有敘述的 品名跟敘述 這樣子 他牆上那個是只有品名 就遠看你看不到 所以前面有人在點餐的時候 你看不到 我要點什麼 春梅冰茶是東瓜家名字 就是很難懂啊 冰茶為什麼是東瓜茶 謝謝啾啾你喔 春梅冰茶為什麼 那個冰茶是東瓜茶 聽起來就很像梅子綠茶 就很難懂 他是什麼 想詐欺啊 點的時候還要想一下那是什麼 還要想一下那是什麼 官家點點看就容易踩你 就是 不常喝的飲料店就會 不知道要點什麼 點的時候會問店員 就是他現在沒有寫 就是就 我想說就是 在那邊看很久也很尷尬 就想說就直接點 我就點了 我就點了 沒有想太多 電影要先看菜單裡面是什麼 我就說我有看 只是我記得我看到的時候 他是說是 冬瓜茶 我沒有看到綠茶 還是我講錯 我不知道 說不定我 我嘴巴有問題 我看到跟我說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他沒有用要問店員實質是什麼才說 怎麼可能 看怎麼可能沒有用 他就是真的有寫在上面 我剛剛也有查 謝謝十一送的快樂摩天輪 我第一次看到快樂摩天輪 謝謝月三營 我看不到 不然因為歐雷 不然因為歐雷我還可以 還可以習慣 還可以 歐雷 歐雷我可以知道他是奶茶 白玉我可以知道他是珍珠 但有的我就是沒有辦法理解 他就是很難喝 很難走 白玉是白珍珠 白玉是白珍珠 白玉是白珍珠啊 他的可不可的白玉是珍珠 珍珠 對 他的白玉是珍珠 汤圓加一 可是誰會在飲料 所有飲料裡面加汤圓啊 會不會太困難 會不會太困難 可不可以沒有黑色珍珠 可不可以就只有他的白色珍珠 白玉珍珠 白玉珍珠 小湯圓 小湯圓 他只是想要那邊人 褲鹿醉 可不可以明年風潮 就是加湯圓 湯圓不是會加在剉餅 湯圓會加在剉餅 我不知道那種傳統的冰店 把飲料當豆花再加 但可能會吸不起來 口頭會吸不起來 配肉或海鮮 配肉或海鮮 他也會加在披薩箱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是不會去點來吃 除非是免費的 考慮吃一下 免費的考慮吃一下 免費的考慮吃一下 不要花錢去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好 越圓披薩還不錯 他不就是很像甜點 這是花生嗎 花生 湯圓 不花冤枉錢 不花 不要花錢就是要吃到好吃的 採雷的話 就會有種 浪費錢的感覺 可以常常看 可以常常看 好 謝謝炎炎的紋手禮 我今天有唸對 我今天知道要唸後面 今天知道了要唸後面 我會吃了有包餡 我不喜歡有包餡的湯圓 因為很大顆很薄 我喜歡小顆的 對 湯圓就是要吃小顆的 沒有唸錯 沒有唸錯 終於 今天沒有唸錯 雖然我還是沒有自信 我可能哪天又會 就是那個 記憶錯亂 原味 喝也要喝喝喝 對 湯圓就是要吃有餡的 可是湯圓有餡的就是他 我不知道他的好處在哪裡 就是他 很大顆很薄 然後 那個餡又很甜 然後那個餡又很燙 就是他沒有什麼 好處 而且他又不能一口塞 一口塞會噎死 又要小小的口吃 小小的口吃又會被那個餡燙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麻煩的食物 他是一個很麻煩的食物 有鹹的湯圓 不吃紅豆泥 我只是接受紅豆湯 我不接受紅豆泥 鹹湯圓可以吃沒包東西的也可以有包的 鹹湯圓沒有包東西是什麼東西 它是什麼湯 湯是鹹的是不是 沒有辦法想像 我想像不了 魚碗湯嗎 控碗湯 喜歡半豆的那種紅湯圓白湯圓 我喜歡紅湯圓 白湯圓 湯圓的湯 鹹湯圓不是都沒包嗎 真的嗎 鹹湯圓不就是裡面包那個很像肉的東西嗎 很像肉的東西 普通的湯圓 就是鹹湯圓 我還真沒有吃過 包肉 對我也有吃過包肉 會嚇到 我會想說我現在吃的這個是什麼 很像貢丸又不是貢丸 很像魚丸也不像魚丸 就有的魚丸裡面有份包鮮 我就想說 為什麼湯有包鮮 鹹湯圓的湯太濁是一個缺點 湯不能太濁耶 因為有時候紅豆湯加那個湯圓也是 煮到後面那個紅豆湯會有點 稠稠的 像外面爛掉的貢丸 那個 我不知道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它有時候 有時候會吃到那種魚丸湯裡面的魚丸是有包肉的 很像芝麻糊 切麻糊 不小心把包肉丟進甜的一起煮燒了 怎麼會混在一起 怎麼會混在一起 福州魚丸裡面 福州魚丸 紅豆腐 都紅豆腐 魚丸那種跟鹹湯的口感很差 一個是比較 QQ的 一個是比較 很像麻糬 這樣子 有包肉的都要小心會不會包子 不是有餡的都要小心會不會包子 就跟那個火鍋料有的那個什麼 什麼那個叫做什麼 什麼 什麼 什麼丸子裡面 只要有包線都要小心會真的很燙 真的很燙 真的很燙 我有時候都會想就是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火鍋料 就是那個 加工的 丸子類的東西 不太喜歡吃 但有時候 去外面吃火鍋 它就還是會浮 然後如果都沒有人要吃的話 我就會考慮 要不要把它吃掉 不然很浪費 然後我就會考慮一下 但是有時候就是 看不太出來 它裡面有沒有東西 我就 不是很想吃 咬下去就是燙 但怎麼會燙到 水晶腳也很燙 水晶腳是外面就很燙 那個外面的皮就很燙 整個都很燙 那個我也會很燙 真的 有個汁是用拌的 我好像知道 我好像有吃過那種 會噴出來 很麻煩 明明知道會燙到 咬下去還是燙到 就是 你以為它已經涼 但它還沒有涼 就是 它比想像中的 還要就是 熱 殺尿 牛丸 我好像有聽過 有一種騎士球操場 騎士會黏在嘴唇上 直接二度操場 騎士球 實際的東西第一口都是挑戰 因為我基本上 有時候都可以 連肉都可以被燙到 我實在不敢吃那個丸子 連菜跟肉 普通吃菜跟肉都有 危險那個舌頭會被燙到 我實在是很不想要去挑戰 吃那個有限的丸子 算貓舌 我不知道 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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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不會認真吹啊 因為我會覺得很麻煩 就會想要趕快吃 但是可能就是會燙到 就是我沒有辦法 像其他人就是很有耐心的 吹涼 就是 我大概吹個 兩下 我就會想要吃 但是他可能 他還是很燙 他還是很燙的時候 就會被燙到 但是硬要吃 這樣子 我前陣子去 去吃了那個什麼 沾 沾劑 大家有去吃過那個 沾劑嗎 他看起來超像 醫院診所的那個 外面的 就是店外面的外觀 他看起來很像 醫院診所 麻辣鍋嗎 對 就是他整個看起來很酷 他整個看起來很酷 他看起來很像醫院診所 他裡面就是整個都很酷 沾 那個沾 沾母式的沾 然後 我只是要分享一下 就是他的 他有一個飯後甜點 是 冰淇 他是用 袋子 小包裝的 袋子 裝起來的 圓形的冰淇 很 就是一顆 球 一顆球 的冰淇 然後 那時候吃的時候 好像是什麼 鐵觀音口味 這樣子 就是一顆 這樣 大概這樣的 這樣的冰淇 這樣 然後他會放在那個袋子裡 然後 給你這樣子 在最後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他拿起來超輕的 就是我想說 冰淇淋有這麼輕嗎 我就想說他是不是 就是那種很快就會融化的冰 就是我想說他很 很輕然後很小可 然後我就一口塞進去 實在是太冰了 我真的是 嘴巴才能凍傷 嘴巴很痛 嘴巴很痛 我一直這樣 很 很 很冰 我以為他是中空的 我想說就是他 因為他實在是太冰了 然後我就會給他融化 因為真的是 太冰了 然後其實他好像 放在嘴巴裡面 一口的話是蠻大顆的 所以就是這樣 很 冰 然後就這樣 如果大家就是有興趣吃的話 可以吃吃看看 吃看看那個餅 挑戰一下一口塞 因為那個真的 我真的以為他可能很快就會融化 很快就會吃完 但意外的他很會撐 然後我就一直在嘴巴這樣 就很冰 就很冰 腦袋凍醬 是沒有到腦袋凍醬 就是整個嘴巴很冰 然後就會放開 因為你不會 你也不會想咬啊 然後你會放在舌頭上 然後放在舌頭 舌頭又很冰 然後上面又很冰 然後 不管你怎麼放 他就是 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是 一直放著又會 感覺會凍傷 然後就不知道放到哪裡去 我就只好一直這樣 因為真的是太冰 把它吐出來不就好 誰會做這種事啊 太噁心了吧 為什麼我不想咬 我想說他那個size 看起來是可以一口吃 但是我沒有想到他 這麼 要吃這麼久 敏感性牙齒 對敏感性牙齒 可能牙齒會痛吧 我就沒有咬 反正我就直接放進去 直接吐出來就沒事了 我就不是這麼噁心的人啊 我就不是這麼噁心的人啊 你跟別人吃飯會把食物吐出來嗎 看起來就是很沒有 對 對 袋子裡面就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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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吐哪 吐出來就不要再吃回去了 好嗎 吐出來你就直接往垃圾桶吐的話 我可以接受 但是 我就是不想浪費 所以我不會把它吐出來 如果吐出來再吃回去 就是真的會有點 不想跟他當朋友 你知道嗎 有點噁 有點噁 會想要絕交 請不要吐出來再吃回去 吐出來就不會想 對啊 吐出來就不會想吃了吧 真的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看著別人 把吐出來的東西再吃回去 嗯 一個冰淇淋嘴角 一個冰淇淋嘴角 請大家不要做這種事情 請 不要被我知道 謝謝 請不要被我知道 謝謝 雖然你的吐出來 不是從這邊吐出來 但是從嘴巴吐出來 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會想跟 對我想跟你絕交 謝謝 直接不認識那個 對直接不認識那個人 其他有沒有發現 有啊 有啊他們說很冰 我說很冰 他們連用咬的都說很冰 嗯 請好好珍惜十五 請好好珍惜十五 對 不要叫我幫他吐出來 吃回去的是完整 誰吃回去的是完整的 吃回去是完整的 嗯 不要咬太一大 就是我看他們都一口一口吃 但他們還是說很冰 所以我其實不太懂 呵呵呵 呵呵 吃吃吃吃吃吃吃 之後還會再去吃一吃嗎 嗯 感覺 它其實蠻好吃的啊 感覺有機會再去吧 因為它其實 開在一個 我不 就是覺得它好像沒有很 才會經過的地方 就是要特別去 就是要特別去 去的地方 決定了跟 服務生要湯吃 所以它是軟的 可以一口一口吃 它就是冰淇淋 但是它 把它弄成圓圓的一丘這樣 你可以直接這樣 咬著吃 但可能就是會 牙齒會很冰這樣 再給你一顆你會一口塞嗎 我應該不會一口塞 哈哈 招牌是冰淇淋 招牌好像是麻辣吧 但我就是不吃辣 所以 但我有吃那個鴨血 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 吃麻辣火鍋的鴨血 鴨血是我唯一的極限 豆腐我沒有辦法 豆腐太辣了 豆腐太辣了 我連吃鴨血都會有點 這樣子 沒有辦法吃到豆腐 就是因為會被辣死 我的極限就是 吃一點鴨血 招牌下整個都是磁磚 真的很鎮索 它超鎮索的 而且它進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電梯 那個真的是超神奇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 因為就是那個電梯 真的會看起來超神奇 蛤 鴨血還撐得住 對 鴨血還撐得住 所以你去只有吃鴨血 沒有它有鴨鴦鍋 所以我基本上我都吃 沒有辣的那一鍋 我都吃沒有辣的那一鍋 它不用 一定要吃麻辣火鍋啊 我就是吃旁邊的清淡的湯 吃不辣的那邊 吃不辣的那邊 晚安 原本是診所然後轉行賣火鍋 其他人都吃我旁邊的那一鍋 也沒有啊 其實 大概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吧 他們兩邊都有吃 其實我大概九成都在吃不辣的那一鍋 也敢喝很辣的湯 對啊 換著吃 對啊 就是比如說太鹹的時候 就會喝一下清淡的 因為我看他們煮什麼金針菇 然後 或是 煮什麼 豆皮什麼的 然後放在麻辣那一鍋 然後煮太久 它就會超鹹 它就會超鹹 然後整個變黑色的 然後看起來超鹹 他們就會就是 用那個沒有辣的湯 然後把它吸 把它就是 沖蛋 然後再吃 配那個不辣的菜 一起吃 不然的話真的是很鹹 很鹹 吸超多湯 超恐怖的湯 就是在裡面煮太久 會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還會吸油 對 請不要污染這邊 沒有啦 他們就是 可能放在自己的碗裡面 然後就可能 裝一點那個糖 不辣的糖 不辣的糖 根本就是在喝湯汁 不是在吃豆皮 就是整個很辣 我都覺得 有辦法在裡面煮豆皮的人 很厲害 剛剛幹嘛我忘記了 我拿起了我的手機 好像要幹嘛 但是我忘記了 還是我其實沒有要幹嘛 為什麼我覺得我好像要幹嘛 但你們也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說 謝謝熊大的閃光 其實是要業配 我真的 其實那個是我的極限 天文是禮拜三 那個是啊 對啊 他已經 那個照片我已經放很久了 只是想說 我好像 很久沒有發 我就把它修一修 就把它修一修了 我還留著很厲害吧 你要PO食物圖 你說要我PO食物圖嗎 我其實有啊 下一次就想拿手機起來 原來你有發現 我有發現 還是沒砍掉很厲害 是留著還是忘記想 是留著想說哪一天可能會發 可能會需要照片發的時候 可以拿出來發 因為我就是 我現在就是 發現我很久沒有發文 然後我就一直在看我的 手機有什麼東西可以發 但我怎麼滑都發現 沒有東西可以發 然後我就放棄了 然後我就會放棄啊 因為比如說 就是生寫真的照片 就是要等生寫出來才可以發 那我就是 得一直留著 留到可以發的時候 然後 不然就是 就是什麼時候拍的照片 就要等到可以發的時候 才可以拿出來發 就一直留著一直留著 放棄這麼快 放棄這麼快 對 我現在真的喔 沒有了 我今天發的那個已經是最後了 我今天發的那個已經是最後一篇 我不知道要撐到什麼時候 沒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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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現在 再來 再來 這個月八 再來不是九月嗎 其實我不知道九月是什麼 三線 我不知道九月應該是八 所以我不能跟你們說我九月會不會發文 因為我不知道 可以發用中照 沒有用中照 明天請多拍點 Galori在光景有什麼好拍的 他大概就發個現實動態這樣 刷個存在 我是個史上最不想要經營IG的樂人 太為難我了 大家 那天有游泳 那天沒有游泳啊 就是我們去了然後發現沒有游泳池 游泳池沒有開放 照順序拍照 照順序買 沒有耶 就是我寄不起來 因為那種沒有特別節日的我就會寄不起來 比如說這次不是八月 是逆轉網址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八月休息了這是什麼 我不記得 我不記得耶 我就是直接遺忘了他 就是因為 太沒有 太沒有一個日 日 日 月份的感覺 太沒有一個月份 就是七月可能就夏天了 就泳中 我可能還可以聯想到 那六月是什麼我就不記得 哈哈 六月是什麼 有人知道六月是什麼嗎 六月是什麼東西啊 那天還不是說這禮拜你們有去游泳 啊 這禮拜有啊 只是我發的那個不是這禮拜去的 這樣不會霧山 不會喔 因為衣服就不一樣了 你會知道這個還沒有出來 婚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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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不是說我從來不記得哪個 一個是什麼心情 太難逆了 你們記得很清楚耶 還沒有修到 你們又不是第一天發生這種事 開始進去 哈喳上 久不見了 還沒出貨 沒事啦 沒事啦 在嘴有嗎? 沒有啊 是在講直話 你們不是習慣了嗎? 指定載貴球BC 不會啦 應該六月應該大家都買很多吧 那應該就是會有一些BC會出現吧 一記一記發 一記一記發 不是月別生險證 記別生險證 謝謝哈喳上 一記告白氣球 有人不換人 指左仔們 加油 下次記住時間直接射兩個月後 要狂找人換 要狂找人換 有沒有發 有發沒有說月中會出貨 泳裝嗎 泳裝對不對 我有看到他好像 還是 還是 還是是新娘 泳裝有收到 我家是不是 與世 就是 世界隔閡啊 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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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最近好像在包 好像在包 謝謝 姐姐 沒有啦 我就是 認不太出來 泳裝跟混沙 認不太出來 我 我的記憶也清得太快了 通常這個月賣完 我就會忘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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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不記得 我會忘記了 冬天拿泳裝也還好啦 冬天要穿比較多啊 穿厚一點 他要公幫忙包 不會吧 他應該不太 就是以前還會叫我們去包 現在都不太會 是不是怕我們包錯 是不是怕我們包錯 因為他都沒有看到有人去幫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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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真的要幹嘛 不知道欸 當天就不要再暖座了 大暖座這樣子 看可是什麼 羽絨外套 穿個羽絨外套 雪人中 登山 登山中 包出來會被課說 退貨 太麻煩了 登山出過吧 真的假的 我已經不記得 有這種詩啦 還在想潛水服 潛水服 的背景要是什麼 潛水服需要什麼背景 重陽節 中元節 中秋節 烤肉 中秋節 珊瑚種類的 我要戴那個啊 潛水鏡 我們的道具是潛水鏡 然後要扛那個 的氧氣瓶 草菌武裝也是不錯 草菌武裝也太點價了 重點是要看一下 我們這樣才有到位啊 潛水不是都要 都要帶那個嗎 哈哈 謝謝基米洲的秋秋女巫 謝謝基米洲的秋秋女巫 愛是買單是超扣粉 呵呵呵 放心 姐姐現在就是壓力很大 因為她 她不管出什麼你們都會說沒興趣 她現在壓力很大 她應該是不會想要出潛水服 因為感覺就是大家會嫌棄 對 到時候她哪天 她就不做了 然後我們就會回到那個暖桌時期 哈哈哈哈 我們就會回到暖桌 還是什麼 端午節 端午節是寫真 哈哈哈哈 大家想念嗎 說不定之後就會 不小心會回到那個時期 還是以前那個最初的萬聖節 萬聖節 穆乃伊 萬聖節穆乃伊 嗯 姐姐應該 姐姐不太熟悉 她每次都說就是成員喜歡的 跟你們喜歡的都是 繁紙標 姐姐說我們是繁紙標 我們說這個 他們一定會很喜歡 她說 可是之前你們也是這樣說 可是他們都不是這樣子說的 而且成員是繁紙標 其實是你們才是繁紙標 你們很難搞 你們很難搞欸 你們很難搞欸 是這樣子 應該是喔 快組聽話了 再接快組聽話 他們不會到時候就想說 蛤 我想不出來了 我覺得他們好難搞 我們來復刻一下 那個 端午節 孫節真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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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很難搞 但真的很難搞 眼鏡主題 姐姐要考慮嗎 該直接拿出財富密碼 快 今天有沒有發現 今天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那個背景 越來越搞剛 真的是 他已經就是 就是養壞你們了 他已經把你們養壞了 你們現在只要回到灰背 你們就會覺得 蛤這什麼東西不買不買 回到白背 蛤 這個會不會太隨便了 這樣很兩光 省錢 太省錢了吧 背景也是那一位姐夫 就是 整體都是他在 他在籌備 他企劃的 因為是公園服 背景也那麼多 他可能怕 就是白背的話 沒有人要買 空姐嗎 空姐嗎 對啊空姐不是橘色的牆 大家會不會說 怎麼這次 是不是經費不足 大家就是會講 是不是經費不足 哈囉晚安安 空姐的心理戰 沒背景 哭啊 以前都沒有背景啊 以前 以前都沒有背景 以前要嘛就回背 要嘛就白背 哈哈哈哈 其實AKB也很多都是白背而已 可是他們就是 有比較多表演服 二月遊樂園有木馬超爆遊戲 我真的覺得姐姐真的是 她已經就是走火入魔了 哈哈哈哈 真的 我都不知道她下次會把什麼東西搬進去 那個攝影棚 她都可以把旋轉木馬搬進去 我都不知道她下次會搬什麼進去 我記得好像那時候 旋轉木馬 她說她想要把城堡搬進去 我說城堡應該沒有辦法 城堡怎麼可能搬得進去 她已經變成全 她已經就是走火入魔 城堡好 你好你好 嗯 人家都沒有 她真的很厲害 她都不知道現在哪裡生的那種生氣的 生氣的道具 生氣的道具 都不知道她從哪裡弄 扛 搬大水 現在是真的直接去遊樂園取景 霧馬是租的 租的就是有危險啦 就可能大家把她弄壞了 我們可能會 後面幾個月都是 白色T恤加牛仔褲 現在現在出現更大的道具 那我們人可能會生這樣一點點 是不是這樣 剩下這樣 沒有在賣木馬的 應該是沒有人在賣木馬 嗨嗨 骷顱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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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景就不能分批得太難 終於下班 外景的話就是比較麻煩 還要就是移動 還要移動 還要分很多天 居家女友 居家女友蠻讚 白色T恤和牛仔褲不就居家 有人在家會穿牛仔褲 會不會太不居家了一點 太辛苦了吧 在家還要穿牛仔褲 會立在哪裡有點痛苦 為什麼 有很多人嗎 應該是說要駕光什麼的 很麻煩 因為外面又沒有休息室這種東西 可能大家就要在外面塞台 姐姐可能會先崩潰 姐姐先放棄 天氣真的沒有辦法在外面拍 天氣真的沒有辦法在外面拍 也要曬三天左右 對 攝影師也要曬三天 真的太熱 還要看那個天氣 可能今天 大太陽 明天是陰天 到時候修又要修的 很困擾 怎麼這個人臉比較黑 這個人臉比較白 怎麼曝光 怎麼眼睛睜不開 反正就很麻煩 要把這下雨 就很麻煩 不要在外面拍好不好 不要在外面拍好不好 不要為難姐姐 不要為難姐姐 反正今天怎麼看昨天拍起來這麼不一樣 大家說 你們是不是不同天拍 等一下也知道拍起來 等一下也知道 這幾天誰下雨 這幾天誰一起拍 聊個離題的話題 聽說AKB48咖啡 咖啡 電要觸火 雖然是只有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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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過耶 雖然是去不了就是了啦 雖然是去不了就是了 重開 就是那個 關電的 它會有一個 對小小的 快閃電的感覺嗎 它會有快閃電 對小小的 它講得過耶 真好 限定日期重開 鋼彈隔壁那個嗎 對啊鋼彈隔壁那個 鋼彈隔壁那個 一個禮拜限定 對 才會 才會 複客那個 餐點 我有看到那個 等一下我現在找不到 這個嗎 現在順便加Jujunio 那個來不及去 有沒有人在日本 請代替我去 謝謝 還好商品不是全程 雖然是沒有自己 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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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看不到 抽杯點 請全點一輪拍照 代替我去吃嗎 上面應該沒有獨特 很酷耶 很想去耶 謝謝數字架的告白祈求 你看 你看 Hase san不在日本嗎 大家說他明天會來看公演 你覺得他在日本嗎 鎮人可以 鎮人還在嗎 請問鎮人還有在當數字軍嗎 我已經不知道幾百年沒有看到他了 都看得到補光燈的倒影了 沒辦法那個就是會反光 突然被醜 突然被醜 雖然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看起來上面那個是什麼東西 衣服是皮卡丘 對我的衣服是皮卡丘 沒有錯 兩天限定 他好像是說 他有說是兩天限定嗎 八月二十二一 可能是說那個 在秋葉原外面只有八月二十二十一 才有 那個 車 那個咖啡車 才會有那個咖啡車 二十二一 只有二十二一才會有 兩天限定的話會很多人嗎 因為說他小飛很難 應該是沒有他的 看起來是只有這八個人 對 看起來是 但為什麼是這八個人我也不是很懂 為什麼呢 看起來是對 只有這八個人 來不及了 是不是只有這八個人 找小飛拍給你看 沒有 可是有美銀 法蘭斯 ED的法蘭斯 ED的法蘭斯 對啊 有咪咏 咪咏 他還有跟這個合作耶 很酷 我想要那個帽子 我想要那個帽子 雖然那個T恤看起來好窄喔 然後 Where is my Fave 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生計的T恤 跟談話會從 他會去出席嗎 他是寫 那一天 兩點到三點 他們會去那邊 雖然說很窄 就很窄啊 這個T恤 這個T恤很窄耶 上面有八個人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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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穿出去就是 大大的 AKB40 看起來就很窄耶 所以帽子 不覺得帽子看起來比較 那個 屎生 這個 這個毛巾也看起來很屎生 雖然我真的是不知道毛巾什麼時候要用 我覺得帽子是最 但是呢我覺得帽子這個東西很看板型 所以我 通常不太敢買帽子 因為 通常 買到的時候跟戴起來的時候會有點落差 所以我都不敢在網路上購買那個 那個 帽子 帽子會想是養肢堆的 結果就不要問我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啊 也很窄還可以買 臉上會擦汗 而且還點不進去 喔這個是只能在 現場賣喔 這麻煩 還要嫌 還要嫌 這麻煩 這麻煩 只有這個 線上可以買 但這個好像不太需要 長線啊 它看起來是喔 它只有 它好像只有這個可以在線上買 立牌跟胸張扇子 可以在線上買 其實它好像 其實它好像沒有欸 其實它 要在那邊才可以買 不久雅拍就有貨啦 雅拍 雅虎拍賣 這看起來很大 除了耶 其他的我都不是很熟耶 看起來很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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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痛 哎呀 哎呀 生鞋子就在這次可以放輕鬆 你說他沒有賣生鞋子嗎 所以可以放輕鬆 是不是 現金商品 應該沒有吧 應該就是網頁寫的那些吧 感覺是 沒有生鞋沒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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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V40 Official 上 他們是自己拍的 他們是自己拍的 他怎麼有人沒有戴眼睛 說好的眼睛 在下面 我想說他怎麼沒有戴眼睛 眼睛 預告到 預告到8月23號 預告到8月23號 這張 很可愛 T恤 也有 很可愛 T恤 幫本家顏肥 沒有啊我單純只是現在 我現在是在 觀賞 我現在是在觀賞 觀賞一下他們現在出什麼多邊 剛剛睡覺就不用煩了 我是沒有錯 現在在享受購物的樂趣 我是沒有在購物 我只有在看 我只有在看 在看他們現在有什麼周邊 有什麼可愛的周邊 我們周邊是不是好久沒有哭東西了 去敲一下 敲一下 敲錢 敲買 摳摳摳 就看看不會買 那個T恤其實 看著有的人 女人的照片很好看 旋轉相框 什麼叫做旋轉相框 橘中在月皮 這個蠻好看的啊 這個蠻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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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就剛剛有畫到 好像蠻可愛的 大家最喜歡的騎瀏海 剛剛那個是騎瀏海 浴衣 好可愛喔 還好我沒有在日本 不然我會破產 不然我會破產 在日本的話 感覺就會一直在買周邊 還好我現在在台灣 還好我現在在台灣 我現在也可以買 不會我只要本人沒有在現場 我就不會買 因為我覺得網購 事情很麻煩 而且還要海外網購 我就會覺得 我連蝦皮都買不太下去了 結果我會找代購 好 明明有魔法卡了 魔法卡是哪來搭騎乘車 哼 騎乘車是我唯一的那個 額外支出 台灣運費有夠 台灣運費有夠貴 台灣運費有夠貴 周邊只會越買越多 周邊真的會越買越多 周邊真的會越買越多 但我還是要說 Ecolove的周邊 就是很 怎麼說很痴 就是女生很痴 的設計 慘了 我現在一直在亂看 雖然我不會買 對大家我不會買 我只是看看 我只是要說一下好像蠻好看的 你住日本也不會想出門買 應該會出門吧 應該會出門吧 日本感覺就是很方便 雖然日本是不是沒有U-Bikes 這種東西 我可以考慮一下 我可能會去 如果有月票這種東西的話 如果有月票這種東西的話 可能會出去一下 錢省下來吃好一點的吧 我跟妳講我省下來了 我也不會拿去吃飯 我這個人是手前奴 對 對 對 這是什麼神奇的東西 這是內褲嗎 這不是內褲嗎 這是什麼 這是運動服嗎 怎麼看都不是運動服 這是排球少年 排球少年周邊 我不知道我會怎麼畫到 這是什麼 這是運動服嗎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泳衣嗎 幹什麼不是泳衣啊 我也很羨慕你這樣浪看都不會說話 因為 我是個嫌麻煩 我是個嫌麻煩 我不想研究那個所謂的 在海外網站買東西 然後要運送回來台灣 的這些手續 我不想要研究 呵呵 我就連在網路上課金 我都覺得很麻煩 所以他只要這樣按一下 然後刷一下 刷一下信用卡 就會 他就會跟你說 OK你付錢了 但是我就通常不再會去做這件事情 我腦波比較沒有這麼弱 就跟我 但是我有時候會很後悔 就是為什麼我腦波 就是 不弱一點 因為 因為上次 是很久以前 你有沒有知道很久以前 兩個年前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就是 他們都買很多東西 我發現 我回到台灣 發現我其實沒有買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會很後悔 為什麼我當初沒有花下去 這樣子 我都不知道我去幹嘛的 我真的只是去旅遊 我旅遊完 我就回來了 什麼都 紀念品都沒有帶 你就是 去 然後雙手空空這樣回來 就是 我帶什麼去我就帶什麼回來 就會有點 請問我去幹嘛 這樣 會有後悔沒買 就是覺得 好像沒有 那種 買到東西的那種 滿足感 就是我回到 台灣發現 很空虛 這樣子 發現 我沒有帶一些 那種 實體的東西回來 實體的東西 我都沒有帶回來 我大概就是買一些零食 然後吃完就沒的 那種 這邊很冷 我之前去了 是去幹嘛的 消費 這襪子很可愛 350塊 385塊 這襪子很可愛 大家會穿嗎 大家會穿嗎 襪子 大耳狗娃娃 385塊是不是很便宜 算一下 現在是什麼 0.22 389塊 算225好了 87塊 一雙87塊 一雙87塊 好像很便宜 那我 對 那我不會買 應該不會有人那個吧 只是為了買襪子 然後從海外運貴 超級莫名其妙 超級莫名其妙 簡直地攤價 對啊 它看起來很不像 就是正版會出現的 價格 通常聯名不是會很貴嗎 很可愛啊 對啊很可愛 是女生會喜歡的吧 很可愛 我覺得前兩個 前兩個很可愛 這兩個很可愛 這兩個很可愛 襪子很難被看到 是不是會穿短褲 穿短褲也不太會被看到 因為是踩在腳底下 除非你穿拖鞋 穿拖鞋就會被看到 穿拖鞋就會被看到 包色 但是呢 有時候呢 就是比如說這樣 買了這種很可愛的襪子 又會捨不得穿 因為你只要襪子穿一穿 會 就是會有那個起毛球 然後可能會髒掉 會黏一些黑色的毛球在上面 但是還是要穿就是 買了還是要穿 就是還是會有點在意 它可能開始髒掉的時候 就是要穿一個收藏 嗯 大家只有練舞才會幹嘛 練舞也是不是不太會脫鞋子 就像買來用一雙買來收藏 沒煩惱 花生該買了吧 擅自幫人家推銷 該買了吧 可以買兩雙 一個穿一個收藏 我跟你講我前幾天我終於就是 我買了吧 應該買了吧 就是確認一下 應該買了吧 買了買了 因為我發現我的襪子 就是白色的襪子 我都把它拿去丟掉 我現在沒有白色的襪子 然後我就在想說 什麼時候要買 然後就脫了兩個禮拜 然後昨天終於 在蝦皮買那個襪子 真是死不買 然後現在沒有白色的襪子 我就覺得很困擾 然後昨天 昨天還是前天終於買了 有代購的話考慮 竟然開始考慮了嗎 竟然開始考慮襪子了嗎 這個上面完全沒有任何Ecolab的觀念 但是就是大耳朵 你的襪子都是白色 白色襪子不是路邊都可以買嗎 因為路邊的感覺就是不要貴 所以我就是想說 在網路上 這什麼還看起來超大的 那是什麼款式 款式我的襪子 長 頭 長 長的襪子 MV的白色襪子 MV的白色襪子 對那個黑色衣服有興趣 就順便一起帶可以嗎 黑色的衣服 長袖還是短袖 應該是短袖吧 應該沒有人想要穿長袖 會熱死 雖然長袖蠻可愛的 只是真的是會熱死 我真的是到現在我都覺得 去練舞的人穿長袖 真的是很厲害 很厲害 超強 就算現在是冬天 我也覺得穿長袖去練習的人很厲害 我只能接受就是 穿一下那個外套 然後去練習 裡面穿T恤 是我的極限 冬天真的外面很冷 但是我就是不想穿長袖練習 因為長袖練習就很熱 他被蚊子搖 就是他們就會說 沒有這是薄長袖 我就說薄長袖還是很熱啊 可能我不耐熱 所以這種 這種長袖 我就會想說 看起來好像蠻好看的就是 但是感覺很熱 但是呢 我還是會買長袖 就想說 感覺穿長袖去練習很酷 謝謝小玲的星球大探索 那又是什麼神奇的禮物啊 就會覺得 去穿長袖去練舞好像很炫 這樣子 我就有買長袖 但我從來還 我到現在還沒有穿過 這個夏天呢 我還沒有穿出去過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就算它再薄 我還是覺得很熱 所以 我現在還沒有穿出去過 穿長袖然後露肚子 真的嗎 有這種事 因為 比如說你去看 Rumor他們 教室 就是 舞蹈教室練習版本 就會看到 真的有人穿長袖去跳Rumor 我就是覺得很佩服 怎麼有辦法穿長袖去跳Rumor 都覺得很熱 請問 為什麼那麼多人可以穿長袖去練習啊 他們的教室是很冷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只要穿短袖 我們每個人都是滿頭大汗 然後是很熱這樣子 啊 但要說我們舞蹈教室真的很熱 那冷氣氣有開跟沒開一樣 就是很熱 光站著都覺得很熱 所以可能是真的他們舞蹈教室很冷 因為我們舞蹈教室 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我不知道是人太多還是怎麼樣 還是就是 可是他那個空間應該有兩台冷氣 但是他那兩台冷氣 的風 完全吹不太到 完全吹不太到 穿T恤都可以就是 背都是濕的這樣子 不是我就是人 加值一下冷氣 如果可以加值的話 我們應該會願意加值 但是他就是可能他的那個功效沒有 就是他的評數可能沒有到這麼強 公司這也是 冷氣機前面看看說不定更沒有 真的有 就是這樣 你會感受到一點微微的風 就是 微微的風 中央空調 公司的話應該是中央空調 不是那種 直接裝在舞蹈教室 但是就是 很熱 而且時不時就會壞掉 我們就會說 欸 冷氣好了耶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可能就會突然 啊怎麼這麼熱 就是我一直覺得公司的冷氣 一直在壞掉 我們都非常的不想要在公司練舞 因為真的很熱 因為真的很熱 真的很熱 反正是那個空間太小了 所以 人一多就會很熱 對 就是那個熱氣會直接 在這樣集中在一起 對 我都覺得很厲害 穿長袖就練習得很厲害 還是我的長袖不夠薄 難不成是我的長袖不夠薄 應該不是吧 應該就是我 不太耐熱 我不怎麼耐熱 對 應該是這麼一回事 哼哼哼哼哼哼 和凝結成雲的恐怖功夫 你們果實舞蹈板那個就是公司的舞蹈師 對 對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 比如說你看Pro6 去在那個地方拍Cover 大家就會說 怎麼看起來很擠 的時候 你再回去看 Sakura去那邊跳 未來的果實 真的很擠 但再看 如果Ruma在那個舞蹈就是跳 就是可以想像那個空間 請問是要多擠 就是 你想像一下那個數量 6個人就會覺得好像有點小 12個人就會覺得 是不是有點擠 18個人可以想像嗎 你有辦法想像18個人塞在那個裡面 要怎麼跳 要怎麼跳 那個可能腳抬起來就會踢到人家 動不動就會打到別人 打到別人 整團的舞有在裡面練過嗎 整團的舞有在裡面練過嗎 應該是 可能以前有 可能以前有過 那種 二十幾個 有三十幾個進去嗎 應該是不會到三十幾個在裡面練 因為老師會知道 嗯 這樣的話等於沒有練 因為那個舞蹈就是真的太小 完全不知道怎麼走位 對 三十幾個進去是模仿 三十幾個進去大概就是只能 站 站著 沒有辦法走位 應該沒有辦法走位 因為其實 十 十二個人一排就是極限 大概是那個寬度 所以有時候那種 十六人選拔要跳一首歌的時候 有那種一排的站位 你就會發現有人是這樣 然後有人就會前後站 然後到時候錄影片就會想說 這個是一排嗎 還是前後站 然後可能就會有人跟你說 沒有啦 是一排 因為就是塞不下的 跳 沒有辦法跳 沒有辦法跳 我們可能就是這樣 穿叉穿叉 穿叉穿叉 不然的話沒有辦法一排 兩根左右邊的手還不能 就是會貼在這樣 會貼在牆上 因為reset公園的時候 有時候練舞也是 因為就是 有人可能會到六號 到六號的時候 基本上他那個站號 站位的號碼 就已經在門的旁邊了 所以 基本上他們只能這樣跳 他如果要 就是 秉持 他就是要站著那個 號碼的話 他就是一定會貼在牆上 不然的話 他只能進來一點 就是會有點錯 有點跌倒 可是他前面那個人說 他根本就會站 他沒有辦法去六 所以他只能站在那個 舞的後面 那個地方跳 果實練習 試板其實看起來還好 因為他有光教 因為他有光教 不然的話我們都說 這樣拍手 你知道那個 手的長度 原子竹的那個 就是他就是非常的 很容易會達到 我都不知道怎麼跳 我們一排 那個大家拍手 是要這樣側身 沒有辦法正著 你知道 沒有人可以正著跳 你就看最後一排 最後一排 你看他的拍手 怎麼過難 完全沒有辦法 而且老師還說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到最下面 好 他不是很好看 他不是會一直打到牆 所以在邊邊的人 你們就去仔細觀察 那個站在邊邊的人 都怎麼跳 他一定會這樣子 閃 閃那個牆壁 他一直這樣插到牆壁 突然就結束了 我們的話題 難不成 我要繼續畫 有什麼東西嗎 有什麼東西嗎 你們絕對不可能看到我們 在我們公司的教室跳進門 因為真的是不能看 太笑了 要抽卡嗎 公連新卡池出來 可是我不想抽那個卡 我想要等到那個 有什麼 別的卡池 死不抽 我已經等了三次了 就是沒有想要的 要不可還是不想 對 對 真的假的不行 對 我現在就是無期限延長 無期限延長 我三遊戲的時間 吹椅子 我想要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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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啊 其實前幾天我還去看的 那個角色看起來比較強 我就是想要那個 可可蘿的那個公主的卡 是不是他那個很難 他是不是沒有 現在沒有那個東西 沒有那個卡子 台下就不出來啊 拉拉拉拉拉拉 其他我就沒有興趣啊 最近還好 真的是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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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大家都玩日版還是台版 因為我真的 我前幾天查的時候 他說台 日版現在有 就是 十年抽免費 我現在很 就是 我那時候想說 哼 為什麼我玩的不是日版 我現在已經不想要 從晚 所以我放棄了 我現在就是放棄了那個 有十年抽 四點五週年 對那現在四點五週年可以 好像有十年抽的活動 免費的 然後 他也有 只是不知道多久一次 他的鎖IP 鎖IP 鎖IP 我記得我以前也有為了玩日版 日版的那個 那個 手遊然後去載VPN 裝一個就很大了 再裝那個 對我知道 怎麼可能兩個都下載 我逛這個 我就容量很大 為了免費十抽不花 可是就很想抽一下嗎 很想抽一下 單純想抽 但我不想要從頭開始 所以我就放棄了 我就放棄 我沒有從頭開始 就是 撐到天亮出門 為什麼天亮出門 為什麼天亮出門 客金 沒關係我現在真的不需要客金 我現在已經有三萬 就是我已經做好那個可以抽 抽到那個200 可以兌換的 可以兌換的 我現在已經有保底 所以我在等那個卡池 我才要用掉我的那個三萬 三萬多可以保底的 我現在就是不抽 你們現在跟我講 我就是不抽 我是 不會抽的 我現在就是不想要抽那個卡池 要等到喜歡的不知道要等多久 我還要去看那個日版的排程 就是那個 轉蛋的排程 因為我只想說 他好像有照那個順序 所以我就是在等 我現在就在等 他什麼時候 會 出來 這樣子 什麼時候會去三床 你問我 你問我嗎 你問我嗎 我們是六點開始 你們可以 五點進場 是不是 那這個排程都還沒出現 現在不是到這了嗎 現在不是到這了嗎 上一次是這個嗎 上上次是這個嗎 上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照順序 所以下次應該是這個 下下次應該是這個 我現在在想 可能會考慮等到這邊 我再抽 這樣子 考慮一下 考慮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我其實沒有很興趣 沒有什麼興趣 他在等到的時候你都退坑了 不會 我跟你講我那三萬沒有抽掉 以前我是不會退坑 我一定要把他抽掉我才要退坑 我要等他抽掉我才要退坑 不然我那個三萬是收集幾末的呀 開始算卡是也是很值得 對 我就是 因為我不想要白白等 我想說 嗯 還差兩個喔 那應該可以等吧 就是應該是等得到的吧 一把中就可以繼續等下一次 但我其實不知道這個裡面會有什麼 有耐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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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他們說 Princess Face 好像是最好的 有這個 這個活動的時候一定要抽 雖然我是不太懂為什麼一定要抽 但是他都這麼說了 那我就相信他 我就抽一下 我就抽一下 三萬噴掉然後沒開到這個羅子間 三遊戲 不會我這個人很好滿足 只要有很多三星我就會考慮一下 相信音韻 對 只是我不太清楚 這個裡面的卡詞是只有這兩個人是嗎 但是你抽完就是公主的祭典 你說會抽到 這個卡詞是可以抽到可可蘿嗎 其實我看不太懂 哈哈哈哈 存下一個三萬 好像主機角色都比較強 我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不知道 我也不太知道 我也不太知道 因為我看的 我現在看的這個是那個 日本的論壇 對 所以就是他有一些 詞 我其實看不太懂 對 當初有抽到雙劍式這樣子 我沒有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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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 公主機卡是等九月比較花束 就是等這個不是嗎 目前 我看他這個排程 最快的應該就是這個 他們 4月30號到5月3號出的這個活動 因為這次 這次不是這個嗎 他好像到27 27號還是什麼 什麼時候來的 看我多認真算那個時期 他就沒有算那個排程 所以我直接去日版看 我直接去日版看 你看 他現在說到8月24號 為止 就是這個 公主機卡是也會喊到你們 來 我不是知道 我不是知道 這9月再抽吧 可以啦 反正我8月其實沒有什麼時間 可以一直在玩這個遊戲 所以就是我等到9月應該很快 就9月了 對 反正這次跳完reset公演 就20幾號了嘛 然後跳完城市雅公演 就28號了嘛 然後28號 過幾天就9月了嘛 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 很快就到了啊 忍者欺利可以放掉 對我已經放掉了 我看到他的瞬間我就放掉了 對 所以我 其實8月很快就過去了 而且我連那個 我的副歌我都還沒有拍 所以 我跟你很快就過了 莫名其妙就會撐到9月 對 所以我連很快就過了 所以我連很快就過了 莫名其妙就會撐到9月 發燙嗎 其實 有時候還是會發燙 只是我不太懂它 什麼時候會發燙 有時候我沒有在玩 所以它也會突然發燙 等級上限開放 喔好像是喔 之前說229 現在好像 我不知道到幾了 雖然我是沒有那個問題 我現在才60幾 才60幾 忍者穿太多不喜歡嗎 恩 恩 單純就是那個角色還好 那個卡牌 都 塗我還好 在太陽底下拍你們就會很燙 手機在太陽底下本來就會很燙 因為手機 因為太陽照到什麼東西都會很燙 太陽照到你的頭 你的頭也是會很燙 就是頭髮會很燙 是很正常 很燙 每天晚一點 明天暑假應該可以兩百燈 我是沒有強求到我想要兩百燈這個東西 好遠大的目標 好遠大的目標 好遠大的目標啊 б 如果調了 下子 我要說 大概 上說 有兵 就不要兩百燈 東 還要當 喔 嗯 你真是偏見 常說這種類型的都不玩嗎 沒有玩這種類型就是大家就是 怎麼說 大家就是脾氣比較差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遇到雷隊友這種事情 我自己也是啊 所以我就不會想要去當雷隊友啊 所以我就不想玩啊 因為剛開始絕對大家都是雷隊友 但是就是那些老鼠就會覺得 因為大家很爛這樣 我不友善我不玩 玩到很不好氣 對 我那時候都想說 我如果真的去玩 然後被罵 我就會 開始去 開始去 開始去送 送他們分數 說我爛 都不要贏 都不要贏 你們都別想贏 說我爛我還可以更爛 氣死你 氣死你這樣 然後就被牽去 製造混亂的錢 不是啊 啊我就被罵 難不成我要 就是這樣接受被他罵 我當然是要氣死他 真的 這麼愛生氣我就氣死你 好 好 還有這種檢舉啊 我就不能檢舉他惡言 好 好 哈哈 去別路嗎 就難多又愛爛 對 反正都是 反正你都說去了 我還要這樣給你 還要這樣被你 被你罵呀 當然是 我能氣回去 我就讓你氣死 哈哈哈哈 這樣 才會活得 快樂一點嗎 吃軟不行 我吃軟不行 我也可以堅持 官方還沒有用 就很難啊 理善完 對 這種 這種 這種你罵回去 通常他就會罵回來 就是沒有 這個沒有 沒有結局 這樣 你一句我一句 會沒有結局 就乾脆就是氣死他 乾脆就 讓他自己氣死這樣 他也沒辦法拿我怎麼樣 沒完沒了 對 不要去跟人家吵架 沒完沒了 要嘛就氣死他 哈哈哈哈 呵呵 兩毛子的遊戲環境 不會啊 你不凶我就不會 做這種事好嗎 我當然會 你不凶我 當然我會努力玩 那你凶我 那我就不會啊 就是會有反效果 凶人家會有反效果 能用 能好好說話 就好好說 能好好說話 大家 大家就會 願意聽啊 那你一開始就這樣 不好好說話 誰要聽你的 你是不是笨啊 我就笨了 不能 不能笨 哈哈哈哈 大家有人捨秀你 你說這遊戲的陰影好深 沒有我 其實我是偏見 因為我真的沒有進去玩 哈哈 有啦我有玩過一次 我就是 跟同學 所以沒有什麼 就是被罵的問題 高高對上不會比較有 真的 大家 就是 想一下 你們當初應該自己也是 剛開始玩 應該也是 要從零開始練習 因為玩遊戲心情不好 也會影響工作 哈哈 玩遊戲心情不好 還是是工作心情不好 所以玩遊戲就會心情不好 把壓力都放在遊戲 把氣出在別人身上 大家都新手 真的是大家都新手過 真的是大家都新手過 那根都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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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很兇 就算在那邊也不會想 真的 真的 我就會覺得很好笑 就會覺得很好笑 反正手有 手有嗎 他罵你又 他又打不到你 所以 就會覺得很好笑 凱瑞為了自己 好好打 為了自己好打 真的就是為了自己好打 我強 不是為了保你 什麼遊戲啊 什麼遊戲啊 他們現在在說傳說 下一場會更好 有時候可能太生氣 會直接 退出遊戲 直接 滑掉 直接滑掉 跟你玩 很難搞 這樣 我以前 我以前玩 遊戲的時候 可能 電腦遊戲也是 什麼遊戲也是 我只要遇到這局 有很奇怪的人 我就立馬 跳掉 就 立馬跳掉 就 刪除 刪除視窗 關閉視窗 閃退 不能批評的你 很做事情 發現對 對方太強的時候 就直接跳掉 這局不用玩了 奇怪的 金舞棠會這樣 金舞棠會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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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不太會 可能就是那種 比如說 我突然玩到一首 超慢的歌 然後我想這樣 太無聊了吧 我就會直接切掉 然後離開 然後再回來 因為有時候 它會有隨機的歌 可能歌太難聽 我會直接跳跳 跳出去 我直接跳出去 因為網路很爛 你也會離開 雖然歌跳不行 可惡 可惡 會不會幫她說她斷線 比如說 太古達人跟二螺絲方塊 那螺絲方塊的話 因為我基本上 我都跟電腦玩 所以 當我發現開場太弱 我會直接 重新開始 會直接重新開始 怎麼打成這樣 沒救了 就直接 在我輸之前 我會直接重新開始 就是不想輸 就是不想輸電了 我就是不允許我第一場就輸這樣 它都沒發生過 剛剛前面那個只是暖身 這樣 重開 暫停直接重開 看AI打重新開始 剛剛它打沒東西 反正AI又不會怎樣 AI無時無刻都可以重來 太古達人會玩吧 太古達人我以前會玩 但我現在沒有玩 現在 因為我沒有那個 遊戲片 我現在沒有 手機 就沒有那個FU 所以我也不會用手機玩 沒有作弊 我沒有作弊好不好 以前有玩過 You always you 有啊 我有玩過啊 但我也是都跟自己 沒有朋友 謝謝 那你可以教大家 記太古達人 大家可以寄太古達人的Switch給我 最近沒有Switch新遊戲 請大家不要再寄恐怖遊戲給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跟誰玩 你知道嗎 而且這樣鬼月 請問誰會在鬼月玩恐怖遊戲 請不要寄恐怖遊戲給我 可以寄給我一些就是 就是友善一點的遊戲嗎 要嘛就十二歲以上才可以玩 要嘛就十八歲以上才可以玩 要嘛就十八歲以上才可以玩 大家不要送我這麼困難的遊戲 好嗎 你說零嗎 但我有說到一個零 零的遊戲 好像說 友善今天要不要玩 你操作 我在旁邊陪你看就好 我看就好 我沒有要操作 這樣才有氣氛啦 笑死 反正那些遊戲都不是我在玩 零不可怕 零不可怕 怎麼說我就是沒有很想要那種 會出現的 東西 你那鬼算漂亮 算漂亮嗎 我媽 PS5可能不能熟 PS5太昂貴了 我最高只能接收三千塊 我們的那個 那個什麼 上限 就是什麼 對 都他在玩啊 所以上次都是他在玩 我上次開了一次 就玩那一次而已 一直被罪還是突然下你 都 都 只能收遊戲 不能收集 對 主機 要 電 他都可以一直動很煩 給我站好 而且他還會有那個冷卻 就是他會有那個冷卻的時間 然後就要一直 還要等 不能狂暗 找一群人 然後不然等我 應該呢 就只會玩那種派對遊戲 不會 我其實 因為以前也是有人記 那種 那種什麼 RPG遊戲 就是那個 一個人就可以玩的遊戲 一個人就可以玩 可以玩的時候 不需要連線 因為那種家庭遊戲 就是需要很多人一起玩 那個就是 大家知道 我其實沒有什麼 啦 只有我一直玩 所以我就 對 對 我現在卡卡沒辦法拍照 就是要一直等 過年時玩的那種 對 過年時玩的那種 對 有時候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禮物 印象深刻的禮物 你是說好的還是壞的 哈哈哈 音樂遊戲真的要很有愛才會買 因為遊戲真的要很有愛才會買 因為音樂遊戲 因為音樂聽久了就會膩嘛 所以就是會沒有想 喜歡RPG嗎 我RPG很吃畫 畫風 很吃畫風 我想來的遊戲就拿去賣掉 不會啦 我就是放家 反正放著又不會 又不吃虧 所以 放著看誰 哪天突然有誰說 啊 那是什麼遊戲 玩看看 然後就給他玩 這樣子 遊戲機 可以不用遊戲機啊 遊戲偏差 因為我現在唯一有的 遊戲機 就只有Switch 放他你覺得會變質 我這個人本來就是 買東西 就不會拿去買掉 因為我覺得很麻煩 什麼都很麻煩 下面就很麻煩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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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東西嗎 我很喜歡之前有一個女伴送我了一個 JELLA PK 的化妝包 我覺得那個非常的剛好 那個Size非常的剛好 雖然現在是會有點 爆 就是他有點沒有辦法剛好 但是 他其實是一個很可愛 小小的一個 剛剛好的Size 但最近就會覺得想要有一個 大一點的化妝包 因為我粉底液真的放不進去 他會這樣爆 就是他沒有辦法這樣 關起來 他可能只能關到上面 然後這邊是開的 這樣子 喝不起來 喝不起來 而且是我的那個 燙眼睫毛 那個東西 太長了 他會超出去 然後我就想說 塞不進去 很怕他會壞掉 喝不起來 記得帶遊戲片去公司 可以嗎 應該可以吧 對 粉底液多大瓶 沒有很大瓶啊 這樣子 他基本上 就是這樣子 他進得去 他進得去 其實 就是裡面會塞一些東西 所以 現在要收到一堆包了 收到一堆包 差不多是沒有 不行 只是 好不好看 這問題 好看就好 爆的很可怕 我的爆掉化妝 包整個完蛋 哈哈 我還記得我之前就是 拿這個去 比如說那個 有妝髮老師化妝的時候 我就會拿這個去 所以 用這個粉底 然後因為我之前用的時候 那個蓋子很髒 就是 粉底液嘛 然後這樣 弄一弄 然後蓋回去 然後那個蓋子就超髒 然後有一次我就是帶去 然後 老師直接幫我擦乾淨 他說 欸我幫你擦乾淨 我說老師你怎麼幫我擦得這麼乾淨 就是 他幫我蓋子擦得很乾淨 我現在 我現在打開都這樣 然後 然後蓋回去 真的很怕弄髒 真的很髒 沒有擦之前真的很髒 超級無敵髒 就是那個粉底液之後 這邊就會有點白白的 擦乾淨吧 好啊 但是就是很抱歉 因為是老師 他突然幫我擦乾淨 我就 很抱歉 就是我那個蓋子這麼髒 老師人真好 老師人太好了 我已經沾到髒髒 對我現在那個化妝包 其實 這種 這種 這種還塞得進去 這個 這個是剛剛好 這個會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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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的寬大概剛剛好 所以 這種就塞不進去 這個太大 什麼都塞不進去 這個太長 差很多欸 塞不進去 真的好 但是就是 蠻剛好 所以我通常去公演 我就是 帶那小小的衣袋 只有這樣 因為有的人 那個化妝包 真的是超大一個 大概這樣子 很像行李箱 然後這樣提子 但是 大家很 勤勞欸 因為我就會想說 我不想帶這麼多東西去 因為我基本上用不太多 我就是這樣 太長 好聚 很聚 最長的尺寸公 下次參考 我可以找 可以找 我最近有看到一個 看起來蠻可愛的 就是我需要找一下 就是我需要找一下 傑拉圖 我真的覺得傑拉圖 的 很可愛 可是它是透明的欸 可是它是透明的也 我也有點 這個很可愛 雖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同個size 看起來很像同 看起來這個比較小欸 因為它這邊 很淺 它的這個 這個地方 很淺 它看起來很小 嗯 它看起來很小 我現在發現它看起來很小 其實它的化妝包都很小 請看數字好了 我就是 可以看 目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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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像鉛筆 蠻像鉛筆 網購看size 我不知道 今天還是要看吧 就是 小的跟大的 有多好啊 這個看起來就很大 愛心 這個看起來可以裝超多的 看起來很大 熊妹按讚了我的貼文 超過鉛筆的大箱 你也不想戴嗎 有時候我就會覺得 好像要大一點的 比如說可能 要出去外面住的時候 比如說 去高雄 什麼 需要住一天 這時候 可能要戴大關 對 這愛心好浮誇 這個看起來超超級小的 這種看起來超級小 這個看起來很小 這個看起來很小 但有時候又會想要小一點 跟你講包包不缺多少 這種小包包不缺 呃 沒有沒有 小包包不嫌多 大包包就會嫌多 因為大包包很佔空間 大包包世界無敵 佔空間 我那個購物袋都不知道放去哪裡 那個什麼 TP購物袋 陳思雅 購物袋 什麼購物袋 然後全部都掛在那邊 很佔空間 包包包 大包包很嫌 我就會嫌多了 小包包就覺得還好 花包包不是很麻煩嗎 還是化妝品嗎 一定要說 花包包不麻煩啊 因為我基本上包包不搭 我全部拿出來也是一件很快的事情 不太會有什麼麻煩的 但它這種 它這種都是出小包包啊 雖然它也是有購物袋 但我真的是其實不太需要購物袋 購物袋真的不太需要 陳思雅的購物袋很佔空間 陳思雅的購物袋我覺得蠻好用 因為它那個 布很硬很挺 就是它這樣 放著它不會這樣塌軟掉 不會這樣軟掉 我覺得太軟的購物袋很難用 我覺得很困難 我要找東西的時候 它會一直這樣垂掉 心情很差 心情很差 那個黑色的背包應該中那個化妝包去辦滿 我那個黑色的背包 對 我如果硬塞進去的話會辦滿 但我不太會把它塞進去 因為真的太滿 因為真的太滿 真的不錯 可愛又好用 可愛又好用 對啊 它會跟很多可愛的東西聯名 就是它都設計得蠻可愛的 不想太重 我就是不想包包太重 其實我那個黑色的包包蠻重的 而且那是阿貝莎給我的 從阿貝莎那邊傳下來的包包 我用很久 其實就是它蠻好用的 就一直用 但其實它蠻重的 它那個皮很重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這樣背 就會覺得肩膀這裡很痠 因為 就有一條 在這裡 它其實本來好像可以變後背包 但是那一條線 我不知道去哪裡 就是它本來有兩個袋子 但我現在只剩一條 所以我只能側背 不然我一直在想 另外一條到底在哪裡 我找不到耶 應該是本來有兩條 不知道另外一條去哪 所以我現在只能 只能這樣背 拿太多東西出去嗎 不是吧 其實我裡面也沒有放太多東西 但它就會有點重 是不是在宜蘭 對啊 是在宜蘭嗎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我放在哪裡 自己另外換背袋 就是它 你說我自己買背袋換嗎 可是就會覺得不搭 我就會覺得你好像要 跟那個一樣 它是網路不加 是不是它開始熱了 好像是喔 它有點熱 因為常常找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我已經算好了耶 我覺得我已經算好了 而且其實沒有到 需要 就是我需要的時候 我找得到 但是有些東西 不太需要 需要的東西我都會找得到 就是那種不太需要的東西 就沒差 突然需要的時候 找不到頭比較痛 對對對 突然需要的時候 找不到比較痛的時候 通常都是因為我媽 把我的櫃子 可能這個東西放去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放去這個地方 她會想說 欸我的東西呢 就是我會想說 去哪了 就是我不知道去哪 因為她有時候會幫我整理 然後我會不知道她放到哪去 然後那時候就 好像跟她講說 欸你知道那個 我的那個眼影蜜去哪了嗎 她說我沒有動啊 我沒有動 我說 怎麼可能不在我的化妝包裡面 怎麼可能不在桌上 一定是在這裡的某個角落 怎麼看到會不見 然後她說 我怎麼知道 然後我就是看 這個櫃子 我想說 欸 看起來很眼熟 然後我就把它拿出來 為什麼真的 她說 那不是指甲油喔 我說那不是指甲油 她就把我放在指甲油那裡去 我說 那個不是指甲油 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 就是找不到東西 可能是她放錯 她放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我想說 啊那個怎麼會在那裡 我說 我絕對不會把它放在那裡 好嗎 我說 我絕對不會把我的那個東西放在那裡 一看就知道是她放 我以為那個是指甲油 這樣 是不是 是不是 日會東放西放 日會東放西放 通常就是在客廳 幫我整理對我來說是濃暖 對 不是自己放就會不知道 所以就需要翻來翻去翻來翻去 因為不知道她放在那裡 今天要播到幾點 今天要播到十點啊 現在客廳是到客廳化妝嗎 不是 因為 我的化妝包通常會帶出 有時候會帶出門 然後回家的時候我就會放在客廳 因為我們就會覺得拿進來很遠 我就會放在裡 放在那邊 所以我早上起來可能 我要化妝的時候 啊 在外面有時候會去外面拿 基本上都找得到 下雨 下雨應該沒有吧 我沒有聽到很大的雨聲 應該是沒有 在下雨 沈進去 還請我 這個 今天正式下班 今天應該要準時下班吧 今天正式下班 十點 十點很晚 你剛剛來 還敢剛剛來 怪我呀 不然來不及 你睡覺明明就更晚在那邊 不是因為我睡覺更晚 所以我要早點結束 不然會更晚的更晚 更晚的更晚 十點 差不多可以開始滑手機 然後就會弄到個一兩點 還要去卸妝 還要去洗澡 弄一弄 我再摸一摸 就會到凌晨 我跟妳講 我如果十二點才下播 我就會大概四點才會睡覺 花這麼長時間 就是會一直玩 你不知道手機是個 很浪費時間的東西 我會時不時 我的時間就會被它吃掉 明天還要算什麼 明天還要重新畫一次這個 這個裝飾沒什麼 我要念各位的排名 今天第十名是 浪客1828 浪客1828 謝謝 第九名是 陳冠偉 謝謝陳冠偉 第八名是 哈瑟桑 謝謝哈瑟桑 第七名是 謝謝滴毛 謝謝滴毛 哈瑟桑明天是晚上公園 我跟妳講 早上公園我也很晚睡 然後隔天就會超點睡覺 第六名是 圓滾滾 謝謝圓滾滾 謝謝圓滾滾 第五名是 數字加 謝謝數字加 第四名是 幾米豬 謝謝幾米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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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是 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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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是 十一 謝謝十一 謝謝十一 第一名是 小林 謝謝小林 謝謝小林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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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NZ補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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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只有NZE可以補眠 穿十一不就行 不知道要講 很不想穿 下禮拜什麼時候播 下禮拜 嗯 恩 好像是 禮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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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一的四點 跟禮拜四的 四點 目前 對 裝浪動 裝浪動跟我說 應該應該應該衣服狀況會好一點 什麼衣服 什麼衣服 什麼衣服好一點 就看浪動 反正我直播就是聊一聊一些 無聊的話題 雖然兩天都四點 兩天都四點 看到你們不聊 大家可以想想 有什麼話題 分享私衣服心得 希望我不會分享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掰掰了各位 禮拜一見 掰掰 掰掰 辛苦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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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公演見 線上的大家 線上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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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感谢观看